我们一说到每一位球员 我们脑海里第一反应的就是他的球一号码 到现在为止 球一号码已经被我们赋予了很多新的意义 比如说三号马尔蒂尼 要说到七号 马上脑海里想象的就是C罗伯格汉姆等等 可是你有知道 在没有球一号码的那个年代 球员在场上 又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事实上最早的足球衫是没有号码的 在运动中 人们很难分得清场上的球员谁是谁 而球队之间为了区分对手 有时候也只能自发的戴上不同的帽子和围巾 后来英国人查普曼改变了这个尴尬的状况 1928年到1929年赛季的一天 查普曼带领阿斯纳客场出战 谢菲尔德周三 而他的好友也是蓝军传奇教练卡达赫特 则率领着切尔西在主场迎战四望西 在查普曼的建议下 这两场比赛球员都穿着带有号码的球衣出场比赛 阿斯纳和切尔西也因此成为了欧洲首次穿着带有号码球衣比赛的两支球队 虽然都能很方便地识别出自己的队友 但当天两支球队的比赛结果却大不相同 阿斯纳2比3输给了谢周三 切尔西则4比0横扫四望西 随后查普曼向英祖总提出建议 以后的比赛 球员都可以穿上印有号码的球衣 这样不仅方便了球员的比赛 更能让观众一目了然 这一建议后来得到了英祖总的肯定和支持 1939年英祖总开始规定每支球队都必须由自己固定的球衣 并在球衣上印上号码 但在号码的选择上也严格遵循着首发必须是1到11号的规定 1950年球衣号码终于首次出现在世界杯的比赛上 虽然当时瑞士和墨西哥甚至还没有自己的比赛球衣 但自那之后号码的故事就一直是球迷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幸亏有了球衣号码 让我们所有的球迷认识了更多的球员球星 也让我们更具象的了解到了足球 比如说我们一说起来7号我们刚才说到C罗贝卡姆 当然还有就是乔治贝斯特 不对于我来说可能影响最大的是8号苏格拉底 炸锅 大素颜色